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赞清德他整个竞选的这个整个节奏非常的好 是目前总统参选里面最有当选可能 而且最像总统的这个候选人是赞清德另外几个实在是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跟你的党籍跟你的意识形态是没有关系的 不行就是不行 那赞清德选的非常的沉稳 当然他也准备非常多年 所以他这个参加民进党的党主席补选之后 拿下了民进党的这个总统的提名 他按部就班的选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赞清德他百公百业的这个后援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组织啦 他的这些后备的动员系统都远远在侯友宜跟这个柯文哲 甚至不要讲说现在人在美国的郭台铭 郭台铭是更 郭台铭连个党都没有 这更可怜了 那侯友有国民党 那柯文哲有民众党 但是他们选的整个tempo都 都乱了 都远远不如赞清德这么的沉稳 今天早上侯友有个记者会 他的进办有个记者会 待会如果有时间再跟大家谈一下 那侯友宜的发言人说 可能要到 我看他很像讲八月底 我来check一下 不要讲错了 这个讲错的就比较不好意思 八月中 对不起 八月中旬 现在是 八月中旬也快到了 就下个礼拜就会公布 侯友宜的这个竞选 这个CIS跟竞选口号 也会公布这个募款账号 最重要是这个募款账号 这个是一个测水温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你看柯文哲的斗内跟这个赖清德的斗内 人家早就开了 开很久了 那侯友宜到今天都还没开 他整个都慢了 整个都乱了 这个国民党输是应该的 坦白讲是该输了 好 那五月十七征召到现在也 五月六月十七月 快快三个月两个多月了 征召他两个多月了 他太太乱成一团 这个输也是应该的 我坦白讲 就是说国民党如果这次输 是刚好而已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个赖清德的谈话 赖清德的底气很足 他大力的称赞这个 蔡英文的执政比马英九好 我不给大家听 赖清德的谈话 赖清德底气很足 那我跟大家抱歉 他讲的是台语 赖清德的看场合 赖清德是看场合的 在他的这个后援会 他的百公百业 他自己的场子 他面对他的 绿的字字 他都讲台语 他在民党中央党部 开国际记者会说 他就讲国语 赖清德的台语讲得非常好 前一阵子还有一个 还有在质疑赖清德的台语 那就是 不然你再走没话 先再去问 你赖清德 你有法度跟谢隆介对下 你有法度跟谢隆介对下 表示说你的台语 有一定的程度跟水准 你才有办法跟谢隆介 用台语在吵架 他们之前在台南司议会 吵架那个非常的经典 你要跟谢隆介吵台语 这个没有三两三 是没办法的 来 我们来听赖清德 他讲台语 我待会再翻译给大家听 今天总统说 马英九政总统八年前来 做比赖英文总统更好 我们没话说 今天的情形感是这样 赖英文总统七八年来打拼 团队所累積的心情 比赖去马英九政总统做国更好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我是剪台试的袋子 台试的记者不行就是不行 以前我们各台 有分无线台跟有线台 我个人的观察 这个Cable TV 就是有线新闻台 带着做的最好的是TVBS 以前我们每天晚上七点在开会 在比稿都是比TVBS TVBS SOT做的最好 那老三台台 台试中士华士 我个人觉得台试的SOT做的是最好的 但是这几年真的都不行 你看这个台试的 这剪着什么袋子 我再播一次给你听 你应该把 赖清德鼓动现场 那个Nature Sound 要把它录完 这个就是赖清德他演讲的魅力 你知道吗 他每次讲完 会不会演讲就这样 他因为那是群众的场子 他不是你电视台的专访或是什么 他是很多人在现场 赖清德他会把现场的气氛炒热 这一点柯文哲跟何银都不如他 都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你应该是把赖清德他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其实后面群众是有继续鼓掌的 但是被台试的记者剪掉了 我不想他到底在剪什么 来我们再听一次来 其实第二句的时候后面还有人在鼓掌啊 那翻译成国语是这个 赖清德的意思说 如果马英九做得比蔡英文好 我们没话讲 但是蔡英文总统这八年来 这个执政团队的成绩 是比马英九还好了 所以他他因为台下都是他的支持者吗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大概就啪啪 对 他连续讲了两次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那气氛整个都掉下来了 这就是赖清德的这个charisma 这个这个厉害 我看国民党里面有办法 跟赖清德在这种群众场子 这个电构机的 恐怕就是韩国瑜了 其他像这个 马英九的口条也很烂 侯仪就根本不用讲了 侯仪是根本连脱毒的这个 这连 没有办法跟赖清德比 好那我们来看赖清德讲的这个内容 就是我是说他底气很足 他认为 这个是我们今天意见调查 调查题目就是说 他身为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他当然要去认为说 蔡英文的执政比马英九好 也就是说赖清德知道他的他的立足点是什么 因为他是要接蔡总统的棒 所以他不可能去批评蔡总统 他也没有资格批评蔡总统 因为你是副总统啊 那你当副总统之前你是蔡英文的行政院长 你是执政团队的一员啊 对不对 那你之前是台南市长 然后这个行政院长 然后当副总统 你都跟蔡英文绑在一起 你什么 所以他一定得称赞这个 这个蔡英文 然后赖清德还说 他要争取四年到八年 你看赖清德就是 这个谢龙介就非常了解这个赖清德 他已经想到八年了 所以我我刚跟谢龙介通常说 你国民党都失败掉了 有时候国民党连连反击的余地都没有 因为国民党整个都烂掉了 我如果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一定骂他 清德兄你还没当选就想连任哦 那清德已经想到八年了 我话再争取啊 这给我那张报纸来 他要争取四年到八年的服务的机会 他已经在想 一定想我要来做八年了耶 清德的 心肝有得大啊 赖清德已经想说 我现在每年也都算 才可以做四年 阿扁也做八年 妈的也做八年 小英也做八年 我乱清德 我怎么说我也要做八年 我怎么会辞他们的 他已经在想说我要争取 这个四到八年的服务机会了 因为他觉得蔡总统做得很好啊 那蔡总统做得很好 怎么可以交棒给侯友仪呢 怎么可以交棒给柯P呢 对不对 交棒给郭台铭也没道理啊 当然是交棒给我带清德啊 所以我有资格在争取四到八年的服务的机会 他就倒票 要倒他就想说我要做八年啊 我要当两任啊 你说这心肝有得大吗 这有用吗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说国民党都都死了了了 国民党 国民党中途都大家都还在吃便当 母鸡跟小鸡都还在抱团 吃便当取暖 你说这个党有什么前途可言啊 你就看着赖清德在那边大吹法罗 啊 蔡总统执政成绩好棒棒啊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我还有资格争取四年到八年的服务机会 他已经想要连任了啊 赖清德根本没有把他的对手放在里面 我就准备要赢了 你呢 我不准要赢 我还要做八年 做四年还不够 我要做八年 赖清德已经准备要当选了 而且准备要当八年了 各位听众朋友你觉得怎么办呢 对不对 好请大家参加我们的这个意见调查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贝里晚餐 我是陈辉文 这个我刚称赞这个台式的SOT 这当年我在东森的时候 那个时候东森新闻台的老板是王立林 现在已经不是了 已经这个换人了 那王立林他当时在 handle整个东森的媒体集团的时候 他是花了很多钱啊 那他也养了很多这个 这个总统府啦 外交部啦 新闻局 以前有行政院新闻局 他养了很多他的这个测试 幕僚等等 那我们当年在东森的新闻台 他的这个 就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目标 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在谈中天啊 那时候中天的 不是第六名就是第七名 中天那时候没有人看啊 那个年代的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三年的中天 都没有人看啊 那我们当时的这个唯一的对手就是TPBS 啊 因为TPBS每次收视率都第一名 我们看到都很怒啊 然后收视率第二名都是东森 所以我们就是在第二名的位置 要把梯台拉下来 那王立林那时候花了很多钱啊 找那个李慧慧啊 可能要比较资深的那个这个听众朋友来知道李慧慧是谁 我们那个周刘淑琪应该知道吧 那个许子祖你知道吗 李慧慧啊 他们比较资深的 蔡敏捷可能有听过 比较资深的那个这个台式的当家主播李慧慧啊 还有那个隋安德 安德哥这个以前给我照顾很多 呃欧阳少伟 欧阳少伟他不是台式 他华士的 欧阳少伟是我学长 还有林天琼 林天琼是台式的 就是台式华士很资深的这个主播 当家主播 他们以前都播过新闻 在老三台都是这个独当一面的 然后王立林又把他们这个请过来 请到东森来 就是教这些小朋友啊 好那我我那时候也后遗良多了 这当然我因为底子差 没有学到什么功夫 但是跟在他们旁边 这个这个这个偷学一点 也非常感谢惠惠姐 这个他们那几个都是以前老三台 这台式的这个当家的这个 那隋安德啦林天琼啦 他们的台式都很多年 现在都很像都离开了吧 惠惠姐还有在S台吗 我搞不懂 就是我们当年 因为东森后来有很多变化 后来这个力霸东森也出事情嘛 那这个很多 我现在讲的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 二零零二二零零三 现在是几年啊 这个白头宫女化当年啊 所以我我我当时 如果有学到一点点一点点的皮毛 都是从惠惠姐他们 这个这个他们都是情郎相受 那你看王立林他要要聘请老三台的人到东盛来 那要花多少钱啊 好那都是砸钱在在在投资啊 好所以我我我觉得台式的SOT 比中式跟华式好 好老三台的好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赖清德我们有意见调查 对对对 赖清德他说蔡英文执政成绩比马英九好 请问你的看法是什么 好那刚提到这个请他投票 好我们投到六点五十分 那刚提到说赖清德他大力的帮这个参文辩护 这个我不意外 但是现在问题是说 因为马英九就被打趴了吗 好包括我前一阵子很早以前就跟他那 那韩国瑜呢 那韩国瑜被绿媒被那些黑韩产业店打得不成人情 在上一次的总统大选 谁来替马英九跟韩国瑜讨公道呢 好因为我们总统大选基本上选偏了嘛 第一个在讨论居住正义啊 居住正义应该就是大概就是内政部长行政院长的成绩就应该解决的事情 总统是不应该管这个的啦 居住正义啊 比如说豪宅税 土地增值税 什么实价登陆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囤房税什么的 这些这些东西都是内政不管的 那个层级是很低的 那年轻人买不买不起房子 年轻人怎么可以买得起房子呢 譬如说我二十几岁 那爸爸妈妈没有留财产给我 也没有留房子 你二十几岁你凭什么买房子 年轻人本来就不应该买房子 年轻人就买房子 你丢得透 那为什么年轻人要买房子呢 那打房这个东西是 是蓝绿都不可能去打的 他不会打房的啦 好所以我们在谈居住正义 整个就偏了 好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说 南韩的人口是五千多万 南韩盖了两百万的社会住宅 两百万 南韩是五千多万的人口 他盖了两百万的社会住宅 他的居住正义 依然没有实现啊 那我们台湾很笨的是说 包括赖清德 侯友宜跟柯文哲说 我们要赶快盖 你怎么盖那么少 你怎么盖那么慢 他不是解方啊 盖社会住宅 跟居住正义 他完全根本就是 治标不治本 他根本是 根本是两件事情啊 你社会住宅盖的再多 都没有办法解决居住正义的问题 南韩就是最好的例子啊 那我们是跟在南韩的屁股 赶快盖赶快盖 你盖多少 我盖多少 总统大选怎么是讨论这个呢 那不就是内政部长 顶多行政院长 就应该处理好的事情吗 好 那你看这个最近在讨论的那个 再留子孙 再留真孙 那更是莫名其妙 怎么会是讨论这个呢 那到底 马英九的举债多 还是蔡英文的举债多 你现在是要求审美奔就对了 那讨论这个的意义在哪里呢 马英九没有举债吗 蔡英文没有举债吗 你借比较多 我借比较少 你讨论这干什么呢 那你说举债这东西 不就是主计 省计 财政部 就应该解决的事情吗 税收嘛 主计是预算嘛 省计是结算嘛 那个层级怎么是总统在讨论呢 总统大选在讨论说 你欠的比较多 还是我欠的比较多 你们到底在干嘛呢 怎么讨论这个 马英九借比较多 还是蔡英文借比较多 这不是很无聊吗 还是前瞻建设说 你分的比较多 还是我分 那不就是 2017年都分完的事情了吗 怎么会现在还在吵呢 就你整个总统大选都是打偏了吗 乱打一通 怎么去讨论前瞻建设跟居住争议 那个不能就是乱打 就整个都乱了 焦点都模糊掉了 所以我刚讲说 这个赖清德他身为民进党的党主席 身为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身为蔡英文的副总统 他当然要帮蔡英文辩护啊 那我现在的问题是说 马英九那八年 还有四年前韩国瑜受到的屈辱 谁来帮马英九跟韩国瑜讨回公道呢 我跟各位讲 侯威他没有这个sense啊 他选的 有点像稻草人啊 好就说 侯威在他的竞选办公室呢 他不是主角 你主角是金小刀啊 侯威他不会选啊 所以他就叫金小刀帮他操盘 那就被金小刀牵着笔子走 在侯友宜的竞选办公室 侯友宜不是主角 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 侯友宜也不是主角啊 国民党的党主席是朱立伦 朱立伦是不会 不会分享权利给他的 朱立伦牢牢的控制住中央党部啊 包括县市党部 包括中场会 那都是朱立伦的场子 侯友宜连举手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侯友宜的角色 是被边缘化的 他不是母鸡啊 他现在是个稻草人 国民党有两个太阳 一个是朱立伦 一个是金小刀 你可以说他是双头马车 也可以说他是双头母鸡 都不是侯友宜 他已经整个都弱掉了 所以当然应该帮 马英九跟韩国瑜讨回公道 应该帮马英九韩国瑜辩护的人 当然是总统候选人 当然是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要帮以前国民党的总统 要帮以前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讨公道 这个是天经地义天公地道 但是各位听众朋友 如同我刚跟你讲的 你觉得侯友宜有这个sense吗 侯友宜有这个认知吗 他一直搞不懂他的角色在哪里 他已经整个变 他已经整个变 你跟那些小鸡 吃便当什么那些 其实 没什么意义啊 效果也不大 那真的就是 他就国民党连连反击的这个 都不会 我怎么切回幻灯片 我再播一次赖清德的这个 这个话带给他 你看赖清德他 他讲的很稳啊 所以我说他选的很稳 然后他 很有把握 对他的支持者 对民进党的支持者 赖清德的底气是很足的 你再听一次来 今天如果我们说 马英九政总统八年前来 我做比卓英文总统更好 我们没话说 今天的情形感是这样 卓英文总统七八年来打拼 团队所累積的生情 比过马英九政总统做国更好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对 对 阿智我们留着这个换灯片 来下一个标来 请听听 他说 卓英文总统的这情这样好 为什么四年前你来给他翻盘 四年前想是不真儿子 四年前是想起尿器跟保抵 四年前二空一九年是 卓英文总统拜托你不要死 当年韩国瑜狂胜 蔡英文拜托賴清德说你留在行政院 你不要走 賴清德坚持要走 我不干行政院长的我干不下去了 你是个叛徒 你对得起蔡英文吗 蔡英文最落魄的时候你选择跳船 賴清德就是这种货色 民进党输了 怎么输那么惨 连陈其迈都输了 腰羞 我不要当行政院长 我干不下去了 賴清德就这种人 2019年他选择的是背叛 你现在在上面跟我說 削总统做得多好又多好 好你三顶了好 蔡英文如果做得这么好 你四年前为什么要坚持辞行政院 而且各位听众没有你要注意 賴清德辞行政院长不是回去当医生 他要职工总统大会 这个不真儿子 蔡总统跟你在背 一生六岁的时候 你选择跳船 你选择一走了之就算了 你还泡口对念说蔡总统你不要连任了 我要参加民进党的党内初选 总统初选 賴清德就是个标准的叛徒 他就是背骨的 看就要输了 蔡总统就没有连任 韩国瑜这么派到 我自己来算好了 賴清德就这样子 他选择的就是叛变 我不要当行政院长了 我不干了 后来才会有苏贞昌 干了这么久 苏贞昌其实要感谢賴清德 就賴清德坚持我不干 賴清德 民调领先20% 賴清德的民调领先 蔡英文20% 賴清德四年前就想当总统 哎呀 拜托 我说国民党都死了了 国民党那些都不好 你拍那些广告是有什么用 一点用都没有了 广告拍的还真烂 我没看过这么烂的广告 坦白讲我也不知道花多少钱 拍的真烂 这个我们待会有空再讲 如果没空我就不讲了 你要去把菜跟赖的矛盾 把它端上台面 我为什么非常佩服 这个施政风老师是这样子 前阵子郭台铭那个叉叉 郭台铭不是在那边瞎掰 那个大小姐 大小姐说你不用买了 他有什么什么 又扯出那个什么 那个谁啊李大伟 又说什么李大伟去干嘛干嘛 当然李大伟是否认 然后我那时候跟施政风老师同台 去参加了两个友台的争论节目 就是那时候大家都在讨论疫苗 隔天一边有说我跟你讲说 我没有在配合演出的 你们都跟着郭台铭在瞎扯疫苗的时候 我一句都不谈 我少赚几千块我不会死啊 我多赚几千块我房子还是买不起啊 我少赚几千块我根本无所谓 我不谈大小姐的 谁跟你瞎谈 你看你看现在有谁在谈疫苗吗 还有人在谈大小姐吗 大你个叉叉啊 没有人在谈了啦 因为你们都是被郭台铭牵着鼻子走的 但是老那我 我这二十几年不是白跑的 郭台铭的伎俩我还看不出来吗 我要跟郭台铭 跟他屁股后面谈大小姐 我没那么笨啊 我看起来像很笨吗 我没那么笨 结果来来来我讲施政风老师的给你听 施政风老师他是独派的 他是台教会出来的 台湾教授协会啊 那个是独派的大本营之一 台湾教授协会 那个什么蔡丁桂啦 他们那些都是台教会出来的 包括施政风 施老师也离开台教会了 然后呢 那时候不是大家一直在拜大小姐大小姐东讲西讲的 那国民党有一些叉叉 哈我早就听过了 哈对啦 他们都叫蔡英文大小姐 蔡英文我想说 我那时候就遇到那个口译哥啊 那个赵宜祥 我说 你有跟跟过蔡总统 在那个什么竞选啊什么的 他不知道参加蔡总统什么什么 小英基金会什么基金会 我就问赵宜祥说 你有听过他们叫蔡英文大小姐吗 那国民党那几个叉叉讲的都真的一样 那我刚刚不是讲说 我跟施政风老师参加两个争论节目吗 我都在现场我就坐在他旁边 然后那个友台的主持人都要去套他的话 你知道吗 施老师 你跟民进党那么熟 哎呀那个蔡英文呢 他的他们的言下之意就是说 要由施政风的嘴巴里讲出来说 民进党绿的 他们私底下会叫蔡英文大小姐 他们希望这句话从施政风的嘴巴里面讲出来 好 那我这两场我都坐在施政风旁边 我就观察他 不同的新闻台不同的争论节目 主持人两个主持人问同样的问题 我跟各位讲 这是我佩服施政风的地方 他没有再跟你配合演出的 你看也知道施政风很讨厌蔡英文 他认为蔡英文做得很烂 蔡英文跟独派的这个想法什么 他不认同蔡英文 可是他不会去配合演出说 对对对对对 跟国民党那些叉叉一样 哎呀我早就听过了 没有 施政风老师是值得敬佩的 他没有再配合演出的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 我就没有听过啊 他在独派混了几十年他有听过吗 他们是底下会叫蔡英文大小姐吗 有些人是值得尊敬的 有些人不然 非礼晚三我是陈慧文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意见调查 赖清德啊这个理直气壮 他底气很足 他认为蔡英文总统执政的成绩比马英九好 其实我觉得2024大选也是应该这样子 当然马英九跟蔡英文都不是候选人 他们不是候选人 他们都是当过八年的总统 那他们两大党都各有候选人要参选 一个是赖清德一个目前看起来是 这个候选 来来来大家参谈懂吧 你觉得谁的执政成绩比较好 所以我刚刚是感叹说 这个蔡英文有赖清德帮他 这个大力的这个这个背书 这你看到候选他很少在谈 候选在日本 讲那个什么不同不独不武 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我觉得候选输是应该的 坦白讲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他在选什么 好 那来我们来看这个看板 这个是在台南 台南有六个立委候选人 可是在这看板上面只有三个人 那这三个人呢跟侯友宜 这个一起挂看板 我在想说那另外三个是谁啊 台南有六个选区啊 台南有六个立委 那国民党怎么只有三个候选人挂看板呢 那另外三个在干嘛 好 那你另外看到画面的另外一边是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我给大家听一下朱立伦讲什么 这个朱立伦讲 前面是记者提问啊 就说那那个台南的看板 因为国民党现在这个各地啊 赶快挂那个看板要拉台侯友宜 像这个桃园啊 新竹啊 这个各地有什么看板的都开始砸钱 这个就是小鸡在带母鸡 就变成这样子的 那你前面会听到记者的提问是说 为什么这个看板没有李全教 是不是怕李全教的黑金啊 拖累国民党 那后面是朱立伦的回答 那我不给大家听 来来来 听听看 国民党前面是记者 后面是朱立伦 好来 安心说他黑金情商会 上期怎么当的全球 不要讲他是黑金 我想全校很多是 在地方都获得大家的肯定 绝对没有这回事情 那当然我们在各地的选举的战略是不同的 这跟战略有什么关系 但你台南不是有六个立委吗 立委候选人啊 好当然台南的六席立委目前都是民进党的 那你台南六个立委候选人要跟侯友宜一起挂看板 那当然是六加一啊 为什么是现在的三加一呢 我就看不太懂 这个跟选举策略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你看朱立伦叫这么亲切 朱立伦叫他全教 专告啊 你专告啊 这我刚才专告那在旁边就不好意思 因为谢龙介齁 谢龙介是不会跟我翻脸啊 为什么 我也不晓得我要跟他翻什么脸啊 因为专告那知道我是 我的态度和烈党是什么 专告是非常清楚 你想要看我跟谢龙介完结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说那你跟黄远翰吵架好了 我跟黄远翰永远都不会吵架 你放心好了 那是怎么完结 那就是大家朋友这么久啊 我们怎么可能为了什么任何的题目 任何的候选人 去吵架 你说你要看我跟黄远翰吵架 或是我跟谢龙介吵架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必要嘛 大家有大家的角度 大家有大家的日常看法 互相的尊重 有则改之无则加免嘛 就是蛮好吵架的 你看这个 朱立伦在谈李全教 就跟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谈到这个 李全教是这个一样的状况 我的 我就问大家 如果李全教不是黑金的话 那选车会怎么会解散呢 今年三月不就是因为 这个傅昆祺跟这个李全教的事情 让侯伟宜出来骂人嘛 骂人骂一骂之后 选车会就整个解散 李全教是不是黑金呢 是不是 好 这个很遗憾前一阵子在澳门啊 这个澳门发生这个 很不幸的事情 澳门的演艺圈啊 有这个疑似集体霸凌 呃就说他们有一个 这个他们演艺圈有个经纪公司 那你知道经纪公司旗下有很多艺人嘛 男的女的大牌的小牌的很多艺人 那经纪公司他们有有艺人就会有经纪人 那他们其中一个女的这个经纪人呢 那他跟一个男艺人啊 这个拍拖就变成男女朋友 然后大家都知道因为就在一起了嘛 那这个男艺人跟这个女的经纪人呢 就本来以为他们会 会结婚啊 就因为男女朋友嘛 那后来啊 这个女生怀孕了 女生怀孕了 那这个男的呢 他说我是不婚主义啊 你是不婚主义 不婚主义为什么不戴套子呢 那你不婚主义 你把人家肚子搞大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后来他们两个分手了 后来这个这个女生就去堕胎啊 把孩子拿掉 两个就分手了 那分手之后这个女的这个女的经纪人呢 他疑似被霸凌 就是他离开这个 当后来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啊 他就离开这个经纪公司 那离开之后 他们经纪公司里面的有一个股东啊 就就要挽回他 就说啊大家都 这这革命情感这么久了 你干嘛干嘛离开 我希望你留下来 好就是要挽回他了 因为毕竟大家有这么合作的这个这个这个关系 后来这个事情变成一个霸凌就是 他们这一家经纪公司其他的艺人 好就他们在他们的IG啊脸书啊 就发那个哭哭的脸 把自己的脸做做成那个哭哭的图案 就去笑那个女经纪人说 哈我也希望你不要走啦 啊你干嘛辞职啦 哎呀大家都一起什么什么就去笑他 霸凌这个女的经纪人 好 那这个女生当然身心受创 他就得了忧郁症 生病了得忧郁症 他跑去吃药看医生什么的 那刚不是讲到那个渣男啊 那个男艺人说我是不婚主义啊 对不对 那我把你肚子搞大了你就堕胎啊 那我们就就这个就后来也分手了 好这一对男女也分手 就是男的是艺人然后女的是经纪人 结果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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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啊 这个渣男啊 他跟这个女经纪人分手没多久之后呢 他跟他们公司的另外一个女艺人 又在一起了 那你不是说你不婚主义你是 是这样 好 那后来就各种的这个霸凌啊 然后这个 当然也往路很多的酸民去攻击什么的 那前一阵子这个女经纪人她就想不开啊 她就就 就选择结束自己的这个人生 这当然很不幸啊 这个事情在澳门在香港闹得很大 好 好那大家都在都在谴责那些霸凌的人 好包括尤其我刚讲那个渣男 把人家肚子搞大了 好这个我上礼拜跟大家讲的 就是那个女模的爸爸 好还有那个女模的闺蜜啊 好我上礼拜跟大家讲大家都忘了吗 那女模很年轻啊 好还去参加过选美比赛 还去拍过广告什么的 二十几岁啊 那她为什么染上毒瘾啊 对不对 她的闺蜜说她也曾经怀孕然后堕胎啊 谁把这个女模的肚子搞大了 那后来这个女模也是 也很不幸的也去选择亲生啊 然后女模的爸爸打电话到大话新闻去哭诉啊 五人就在现场啊 女模的爸爸打电话来哭啊 你你你你我我感觉你们公民都在 那 唉 唉 现在的台南市议会的议长啊 叫做邱莉莉啊 邱莉莉她就是议长会选啊 被起诉被交保啊 那邱莉莉 前前任的议长就叫李全教啊 李全教之前被抓去关也是因为议长的会选案啊 那如果你看当初邱莉莉会选大家都骂 谢农介也骂 徐晓星也骂 王红伟也骂 嗨呀 民进党贪污啦 民进党黑金啦 笑死人的 賴清德的这类 因为邱莉莉跟賴清德都是新潮流的 啊 新潮流的台南市议会议长 这个议长还会选啊 被抓到什么的 大家都骂 那如果邱莉莉的会选是黑金 那李全教呢 李全教不是黑金嘛 那李全教不是黑金 那谁是黑金呢 还是你要告诉我 就像李全教她的辩驳说 那个是政治迫害 白白都是议长会选 邱莉莉会选 就是民进党邱莉莉黑金 国民党李全教会选 一样也是议长会选 然后李全教就是被賴清德政治迫害 毛家庆你不是很讨厌朱莉倫吗 你的讲法怎么跟朱莉倫一鼻孔出气 专告啊不是黑金 李全教不是黑金 还是你要告诉我说张荣卫不是黑金 那张荣卫为什么被抓去关呢 傅昆琦不是黑金 那傅昆琦为什么被抓去关 你告诉我那傅昆琦是不是黑金 张荣卫是不是黑金 那不然这样好了啦 靠靠靠靠靠靠 靠靠靠靠靠靠靠 請问侯友宜朱莉倫 請问谢童介 謝謝徐曉昕 國民黨有沒有黑金啦 說得很神奇的說真的 國民黨到底有沒有人黑金啦 王洪威你出來啊 王洪威你出來講 國民黨有沒有人黑金 所有國民黨要選立委的 賴世保你出來講一下 賴世保你出來講 國民黨有沒有人黑金 你講嘛 葉元智你給我出來講看看 還是你要告訴說 國民黨都沒有人黑金 霍仁兄你誤會了 李全教 張榮衛 胡坤奇 都不是黑金 我講錯了 我來跟他們道歉 國民黨都沒有人黑金 只有民進黨有黑金 國民黨一個黑金都沒有 是這個意思嗎 你們這些人都覺得 民進黨 就是徐小新講的 我們要那個 沒有時間在內鬥了 我們要全力打 民進黨的前瞻建設 打民進黨的弊案 徐小新 你只講對了一半 你只講對了百分之五十 你是應該去打民進黨的弊案 是沒有錯 那你國民黨 國民黨沒有性騷擾 國民黨都沒有me too 只有民進黨有me too 只有民進黨有me too 國民黨都沒有 國民黨都沒有黑金 是我誤會了 我講錯了 我來跟黑金道歉 我來跟我剛講的人道歉 怎麼會一天到晚都這樣子呢 國民黨真的有比民進黨好嗎 你要憑什麼下降 那中東景不是黑金嗎 上禮拜那個圖給我 上禮拜封面那個圖給我 做大小框 我來念一下這個 賴清德認為蔡英文執政成績比馬英九好 請問你的看法是 我們謝謝1632的朋友 來參加我們的意見調查 蔡馬都很好 2% 有2%的朋友覺得蔡英文跟馬英九都很好 這2%的朋友 有2%的人認為蔡英文跟馬英九的執政成績都很好 認為蔡比馬好的是15% 蔡比馬好 15%謝謝 蔡馬都不好19% 蔡馬都不好 馬比蔡好是62% 這個可能有機構效應 可能是我的聽眾的這個 馬英九比蔡英文很好 62% 蔡馬都不好19% 蔡比馬好15% 蔡馬都很好2% 這2%的朋友 這個特別的男人可貴 還是我剛講到那個 還是你要告訴我說中東景不是黑金 中東景在苗栗做什麼你不知道嗎 都不知道 還是去問台南縣的朋友 李全教不是黑金 但是邱莉莉是黑金 但是李全教不是 都 別人都是議長會選案 專教的是去找完王的 這樣 對不對 各位你現在就 你要告訴我國民黨都沒有黑金 然後下架民進黨 全力的這個在野大聯盟 然後就準備要贏了 這怎麼會有說服力呢 這這樣子打對不對 好這大家要再想一想 好不好這個謝謝大家的捧場 我們明天見拜拜 就愛電影 UFO